巴仔和丽莎最爱的猫鼠大战 新建了一座主题游乐园 新开业期间门票一律半价 孩子们得知这个好消息 赶紧去找猴沫 希望老爹可以带他们一起去玩 猴沫表示 这个家里他做不了主 去找你们的妈妈吧 孩子们觉得马基肯定不会拒绝 但这次却猜错了 马基早已计划 带着全家去小鸟公园里喂鸟 为了能去游乐园 巴仔和丽莎一番威逼利诱 游乐园不仅是孩子们可以玩 里面还有为家长们准备的舞厅酒馆 猴沫一听就心动了 可马基还是有些犹豫 毕竟按以往的惯例 新普森家的每次假期都是不太顺利 不管老的还是小的都不让人省心 所以这次 一定要制定完美的计划才行 只有这样 才能给全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旅途总是很枯燥的 全家人一路从白天到晚上 都已经是疲惫不堪 马基建议找个旅馆 好好地休息一下 猴沫表示不用担心 他一点都不累 第二天 一家人再次踏上旅程 猴沫前路太远了 于是打算找条捷径 看吧 我就说不会迷路的 然而 这里还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 真正的游乐园是在一座小岛上 他们还需要乘坐直升机才能前往 孩子们喜欢的猫鼠大战 是一部暴力动漫 主题乐园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点 刚进餐厅就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而菜单更是毫无人性 什么大脑汉堡 炖眼球 全都是重口味的 这让马基有些担心 家人们的精神状况 八载解释 只是取了一个有噱头的名字而已 那都是一些普通的食物 原来是这样 那我就点一份宝宝内脏吧 游乐园里的很多项目并不适合宝宝 所以他们还准备了专业的托儿所 小麦交给他们就放心吧 游乐园里会定期举办机器人的大游行 看着手中的这些武器就知道武德充沛 可是在马基眼中这些太危险了 工作人员表示 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这些高科技的机器人 都是用芯片控制 他们只会互相攻击 而不会伤害游客 马基一听 总算是放下心来 这个游乐园里的设施都太刺激了 还是这个漂流好 很适合全家人一起享受幸福时光 然而 马基显然低估了漂流的刺激程度 这种游戏对孩子们来说刚刚好 可对马基来说 有点强人所难了 接下来 大家还是自由活动好了 猴沫和马基 决定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地渡过二人世界 与此同时 机器人大游行还在继续 不过这次却发生了一点意外 抱歉 不能对着机器人使用闪光灯的 然而机器人的异常表现 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警觉 游乐园声称不会宣扬暴力 但这对恶魔之子八仔来说 却屁用没有 一个臭气蛋 就让可怜的打工人痛苦不堪 不过这样的做法 也让他受到了惩罚 八仔在拘留室里竟然见到了猴沫 他关进来的原演和八仔差不多 当搞破坏的熊孩子被拘留之后 就会全场广播 这么丢脸的事儿 让马基很生气 温馨的全家旅行 终究还是被父子俩给毁了 游乐园的控制室里 教授发现机器人的程序出了问题 根据计算 24小时之后就会失控 辛普森一家被放出来时 已经是晚上 游乐园里也没了其他的游客 就在这时 一对机器人突然闯入 猴沫还不知道机器人失控的事儿 可丽莎却看出了不对劲 猴沫让丽莎不要忤逆长辈 结果 这让猴沫失去了仅有的两根头发 这次算是彻底的突顶了 失控的机器人越来越多 辛普森一家也被彻底包围 他们这次是完蛋了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猴沫勇敢的发起反击 钱包 零钱 香蕉 内裤 然而这些对机器人没有一点杀伤力 可是机器人的突然崩溃 让丽莎发现了对方的软肋 用闪光灯就能干扰他们的程序 一时间 辛普森一家有如神助 被摧毁的机器人堆成了一座小山 马基抱怨 原本好好的家庭旅行 又被搞得一团糟 可丽莎认为 这不正是妈妈想要的吗 全家人齐心协力的参加户外活动 这些都是他们美好的回忆 打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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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臭